福元愛去年初回到日本 之後就爆發和江洪傑婚變的消息 隨後日媒就拍到 她和小五歲的已婚男性友人 一起到橫濱出遊過夜 不過當時福元愛否認出軌 聲稱自己只是和朋友出去談心 但人被外界質疑是不倫戀 雙方在去年陸續離婚 隨後男性友人也搬進 福元愛以三億買進了新家 看起來感情是相當甜蜜 但據日本媒體報導 這名橫濱男的前妻 已經在8月5號提告 指控福元愛和老公發生婚外情 因此讓她和前夫離婚 破壞了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庭 而外遇和離婚也對她的精神造成極大的痛苦 因此求償1100萬日圓 相當於約240萬台幣 福元愛的律師表示 官司目前在進行中因此不便評論 但會在法院上澄清一些事實 我們會不會有些人想到 在法院的前妻 我們會不會有任何人的 也許會有任何人的 可不可以幫助